北京天安门发生撞车爆炸案之后 中共公安部部长郭生坤前天深夜微服私访 到事发地区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地铁站 以及进京关口之一的通州检查站视察 北京访民告诉本台记者说 最近北京市的解访人员是特别的多 汽车站还有很多警察把守 据报道 中共公安部部长郭生坤前晚8点左右 不事先通知身穿便装 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辅游街派出所突击检查 辅游街派出所是北京市新藏地带的派出所 编制上有200多名警察 负责中南海及周边地区的安全 郭生坤随后在天安门地区步行考察 并搭地铁与乘客交谈 还向安检人员仔细询问值钱培训 安检仪器使用等情况 中共即将召开18届三中全会 几天前发生的汽车袭击天安门案件震惊中央 郭生坤要求警方查漏补缺 保障即将召开的18届三中全会的安全 而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在天安门发生撞车爆炸案后强调 要把反恐防暴切实纳入维稳工作体系 这显示京城上访民众 可能面临被视为恐怖分子的待遇 北京访民王玉平告诉新唐人 北京南站公交车门口有警察把守 接到联防队员也开始戴上红袖章直琴 北京访民张秀云也表示 结访人员现在又蠢蠢欲动 要把他抓回当地 英国路透社报道 10月29号 北京一名武警扣留了一位在故宫主入口附近 抗议的妇女 一名打算发传单伸冤的白发老年妇女 被武警一个箭步压制在地上 也反映出我们这个体制下的必然存在 肯定是不可能是第一期 也不是最后一期 因为这个体制下这个喜无事 必然出现这一系列的事 虽然当局声称天安门爆炸案是恐怖袭击 但是访民纷纷对涉案者暴以同情 认为是中共当局逼迫所致 要算是真事 两个人带着老妈妈去死了 那也是政府逼的 不逼急了 谁愿意去死 多年的成员得不到解决 得不到公平 没有公平 没有公正 让人活着 真是我现在我都觉得 我自己有点狗血偷生 在这种环境下 还这么继续活下去 我认为他们还是有些问题 公平解决 把他们追到的这一步 为何一个人也会有无言无事 这些这种事 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5号发表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 热比亚的文章 文章认为 中共所谓恐怖袭击的指控 根本不可信 文章提出诸多疑点 比如汽车烧毁 为什么上面的旗帜没有烧毁 恐怖袭击 为什么带着老婆老妈一起去死 文章说 中共官员具有强烈的动机 对于真正发生了什么撒谎 中共需要在汉人当中煽动针对 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民族仇恨 来掩盖新疆政策的失败 热比亚的文章说 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和谐的关系 将威胁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 抵触政府分而制止的策略 北京当局通过妖魔化维吾尔人为恐怖分子或犯罪分子 来证明打压维吾尔人是保护汉人的安全 热比亚认为 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敌人是中共 这种内容是奥尔人的敌人 不保护了 我这个方案是好 后来我们把握回前面 疯狼吾尔人自然的敌人 如果关系维吾尔人之间 就用来接下来